柯文哲一到內政部都委會 就被抗議政策跳票 這指導是柯文哲在二零一四年 得票最高的地區 現在翻臉倒戈 還有民進黨議員 民進黨最大十的 民視聰過去是超級有科派議員 現在改口說 從到尾都支持民進黨提名的母雞 放棄柯文哲 不會啦 你講那個我就 柯文哲的笑似乎不以為意 但還有過去幫柯文哲 當松顏文創案何氏佬的 何處董事長童子賢 也跟丁守中同台演講 強調智慧城市願景 要有新的市長候選人來實現 選舉是有政治 有意識形態的 有政治什麼各方面 但是不要忘記 政治也有人情世故 像童子賢我都不覺得意外 他們認識二十幾年了 以前交情就很好 前戰友 前盟友 各個眾叛親離 柯文哲還盼著 聯手蘇貞昌打擊侯友宜 操作棄保 機關算盡太聰明 就怕最後反算掉了 自己的政治生命 至少郭文哲全用文 在台北報導 中文哲全民